23米高空作业时操作流程 第一步先将车辆停放在合适的位置 第二步踩下离合器 按下取离器开关 放开离合器 将肢腿操纵杆向里面推 然后液压操纵杆向里面推 当肢腿全部伸出以后 肢腿操纵杆向外拉 液压操纵杆向里推 当车辆置好后 肢腿操纵杆回复中间位置 上下车液压转快开关 向里面推 打开电控箱 电源开关向上打开 电控箱第一个黑色的按钮 是代表大臂的起落 向上抬大臂起 回到中间是屏下 向下按大臂落 在操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慢 第二个按钮 是臂的伸缩 往上抬是臂伸出 往下按是臂缩 第三个按钮是代表 大臂的回转 向上抬是往左旋转 向下按是往右旋转 向下按是向右旋转 红色的开关 红色的开关把它打开 第四个按钮 第四个超动钮 向上抬 是代表工作框的前倾 向下按 是工作框的后倾 将开关转 转换至遥控位置 打开遥控器开关 把急停键打开 把急停键打开 按下喇叭开关 启动车辆 遥控操作 遥控器上的第一个按钮 向前推 代表大臂起 向下按 代表大臂的落 第二个遥控按钮 往前推 是大臂的伸缩 往前推 是伸出 往后拉 是缩回 第三个按钮 往前推 是大臂的向左旋转 往后拉 是向右旋转 第四个按钮 向前推 是工作框的旋转 操作台的第一个操纵手柄 是调整工作框的前后举角度 向前推 是往前倾 是往前倾 向后拉 是向后倾 第二个手柄 向前推 是大臂的缩回 中间位置 中间位置是平均 向后拉 是大臂的身心 第三个操纵手柄 是大臂的便幅 向前推 大臂坐下 向后拉 向后拉 大臂抬起 第四个操纵 自闭的回转 向前推 自向右旋转 向后拉 自向左旋转 向右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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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左旋转 高速 将上下车液压转换开关拉出 将支腿操纵杆拉出 液压开关向后拉 将支腿全部收回 支腿开关向前推 液压开关向后拉 收好支腿将支腿开关 复回原位 关闭电源开关 关闭电控箱 踩下离合器 将取力器手柄向上开启 完成收车 收回器手柄向上开启 加热器手柄向上开启 盐火器手柄向上开启